你们上门给我们老人打疫苗 经过我们家属同意了吗 我们98岁了 老年人自己做出的权利 因为医生上门也是经过老年人同意 我们老人没有同意 什么叫没问题 没问题的依据是哪里 哪来的 两个老人一个98岁 躺在床上耳朵听不见的 他自己没有签过字 一个老年痴呆92岁 因为你们打完这个疫苗 基础病又发作了 现在在医院里 医生说不动手术活不过几天 动手术 麻醉不一定撑得过去 你听我把话讲完 明天早上8点钟 医院里面动手术 你们居委到现在 今天为止都没有一句关心的话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98岁 躺在床上耳朵聋的老人 怎么跟你们确认能打疫苗这件事情 推卸责任 哎呦 推卸责任 出现这个问题 谁愿意带到呀 你从今来到现在 你们都没有对我们表示 不道歉 我都道歉了 跟你打疫苗怎么会 对基因打疫苗道歉 你们出了这个事情 你们不道歉 到现在都没有道歉过 刚我说的 老人的签字书 子女的知情书 有吗 拿得出来吗 医生的判定书拿出来 现在早我跟你讲 现在昨天医生 你去到你现场来 你不要说医生到现场 拿文字 拿文字证据 拿书面证据 不管是你负责 还是你说推给这个主任 没关系 都是负责 都是小机的居民 都是居委会 那你 你现在联系他呀 都是为小机的居委 你现在联系他呀 你现在一直拖着不联系 什么意思呢 你现在拖着什么意思 我问你不理不处理这个事情 不去联系他 你拖着什么事情 居委干部刚才已经通知了呀 居委干部在找了呀 居委会干部 刚才已经两个人 人呢人呢 人呢 现在 就叫了六十一楼呀 他到外面去了呀 把叫过来呀 他到小区去了 把叫过来呀 我现在人命关天 你们不